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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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有原始点 因为我一路当中医师 也觉得日子过得还蛮不错的 但是就是因为我太太得了癌症 使我整个人生都打乱了 包括我的直医生涯 也受到严重的打击 因为我太太得了癌症之后 她问我 我有没有能力帮她处理 其实我们心知无 我对于这个癌 一直还是没有信心能够处理 所以我也坦白跟她讲 那我们就讨论 你应该要找什么医生来帮她看 我们想一想还是找西医吧 因为西医对这一方面研究应该蛮多的 应该也是最可靠的 所以我们最后找了一位很有名的外科医师 来帮她手术 那手术过程中也很顺利 这位医师也一再跟我们讲 乳癌2B应该不难处理 而且可以活很久 但是我一路来就开始研究有关癌症的书 但越看心就有一点越来越虚 为什么 因为这些报告不断地提醒我 就是即便手术之后 很多人都会复发 甚至转移 所以我也就这个问题 问了当时候帮我们手术的 这位有名的医师 他说不会的 你放心 他手术几千例都是成功的 没有复发的 也没有转移的 我不知道他当时候是在安慰我 还是真的他是这样做出来的 那想医师这么笃定跟我们讲 我们也就放心了 那回去之后 我们开始整个生活都改变了 希望能够把错误习惯改变 所以我们天未亮 然后就去爬山 然后饮食 尽量吃一些清淡的 希望真的能够让身体 就这样慢慢会康复 但事以愿为 就是我们爬山差不多半年左右 我太太一直跟我讲 她那个腿痛很严重 几乎痛到没办法爬了 所以只好再去找医生检查 但这一检查不得了 因为造出来的 它不但已经转移到骨头 原位转移 而且连伤口这个癌又复发了 所以又找到原来第一位 帮我们手术的医师 也问他 不是以前手术都成功吗 那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 差不多半年左右 那位医师就当着我跟我太太的面说 确实是这样 以前都成功 从你太太手术以后 有两三个是失败的 那你太太是其中一位 这句话 当然我跟我太太当时候是不大能接受 但是不能接受又奈何 但是我看那个医师也有一点害怕 是不是我们会说他好像医疗怎么样怎么样 事实上我们也没有 但是他就直接问我 那为什么会那么快 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吃中药 他不知道我是中医师 那我直接就回答 有啊 有有一些 拿一些中药给他吃 然后他就开始说了 中药怎么能致癌呢 所以这个医师 应该不能这样开的 就是数落了那位医师 其实讲的还有一点不好听 那时候 因为这位西医医师也不知道开药的是我 那我越听又更加难受 但这位医师紧接着又说出一句话 他说你太太应该是活不了了 当着我们的面 那这样的一句话 那这样的一句话 真的是让我们已经快崩溃了 他说如果你听他的话就是做化疗 或许还可以活到一到两年 那不做化疗半年就会走 反正就是一定会死的 就是这样的话 那回来之后 我跟我太太几乎很沮丧 也是因为这一句话 我们最后讨论之后 我还是想西医已经放弃我们了 那我看还是找中医吧 但是我又没有信心 所以想一想 那怎么办呢 我跟我太太讲 没关系 我会帮你 我会帮你找到比我更好的医师 来帮你处理你身体的病 那暂时把孩子交给人家照顾 我们就到偏僻的山上 我陪你上去 那我们来看看用什么方法 我来把你的病也把你病治好 那我当下我也跟我太太做一个承诺 就是准备陪她打到最后一兵一组 我说我绝对不会中途放弃的 请她要相信我 那抱着就是一定要成功那种信心 我们也是因为西医这一句话 有一点被逼上梁山了 那在山上我不断的也在研究中医的书 那也托人家来大陆 买了很多有关肿瘤的书 几乎都买回来 那开山上快速地看 因为有本身是中医师 所以看这些书 其实速度蛮快的 也很快就做出归类 然后也发现了各地 这里的一些民医 那就托人家来买药 首先是到天津一个老中医师 那位医师说她治疗肿瘤有三万案例 那刚好来的时候她那时候也退休 她女儿接棒 那我中间都有通电话 但是好不容易拿到了这些药 我太太吃了 就每次吃完都会全身发抖 发抖我以为 第一个想应该是药气再行 或许是一个好现象 但经过半个月的观察 不对劲 吃到最后饭也吃不下 然后越来越没有体力 连走路也越来越困难 我才惊觉到这个药是有问题的 然后又打电话跟天津的 包括她爸爸那个老医师通电话 我就问 我说怎么会越吃越严重 她跟我讲 她说 其实你太太已经转移了 已经末期了 我还是建议你配合西医化疗 然后跟我的中药一起来 我一听我就知道 她也放弃了 因为我已经跟她讲 西医已经宣布我死刑了 我才要找你 那你又把我推到西医那里 那可见她也没有把握了 所以我再尝试着 再找另外一个民中医师 那也买了一大堆药回去 差不多买了五香药 我希望能够长期来帮我太太调理 结果吃到半香的时候 我太太不但没有起色 而且进一步的 肌肉越来越萎缩了 然后体力也进一步就变更差了 甚至走路都开始喘 到这里我相信 明医都试过了 这时候我跟我太太讲 没关系 还有我 我来开 我说我什么都会试 那我开始也针灸 然后也用兼计 甚至只要书上写的什么 能够让她身体不再疼痛的药 我几乎开 像前些 蜈蚣 蛇蜕 这些以毒攻毒的 我也都开 那个蜈蚣粉我也买来 那个蜈蚣粉 我一打开 哇 那个臭 很臭啊 你们可能如果有用过就知道 但还是为了活命还是吃啊 但有没有效 没有效 没有效之后我又在想 那中医一针没有效 还有灸啊 我这时候就用了很多爱罐 然后爱罐很大 然后装艾草 然后我制作了一个箱子 可以摆了一二十根 一层一层的 那我们在山上 因为人烟酣滞嘛 所以也很放心 我们衣服是就把它脱了 然后用二十几根同时点燃 然后温敷它的背部 然后因为一点难二十几根 你们也知道 可以想象很壮观的 开始烟雾弥漫 那我们买一个工业电扇 那就把烟雾抽出去 结果温敷像这么猛的温灸 我看应该也没有人试过 那差不多温敷半个小时左右 我太太第一个坐不住 第二个已经那个皮肤 都有一点红淤的颜色出来了 就好像烤焦的那个味道 我太太也受不了 但温敷的过程中 确实它不痛 但只要不应究它就痛 所以半个小时后 然后它感觉舒服 但是很快 隔一两个小时又痛起来 那痛起来怎么办呢 它躺着 我又发明了爱罐 穿孔 然后用衣架把它吊起来 然后它烟灰会掉下来 我下面用一个过滤网 我是想尽各种办法 反正这个都没有人玩过的 我都在我太太身上试了 那这样最后也是没效 那它有一次痛到 双脚着地都痛 我也听说说 姜啊 米酒啊 泡脚会好 我也试试 反正各种方法都试了 最后还是没有效 而且更加严重的最后就是 她几乎走路都要我参扶了 那因为中间有经过两件事情 让我太太决心放弃 那两件事情就是 有一次 因为在山上 那个是很难开的 很转弯 九弯十八拐这样 然后坡度有时候又很陡峭 不好看 那我白天早上有一个门诊 门诊完 我就赶着回山上 就是一直陪她 那隔一天一大早又出门去看病了 这样的路程 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 第一个 我心很急 因为我在看完整的时候 第一个 我会想赶快回家 看她还活着吗 因为在山上 我那时候还有请一个看护 帮她照顾还有煮饭 那但是我还是担心 没有我在 她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所以开车就会特别快 因为开车快 山路又不好开 所以 早晚也会发生的 所以事情有一次就是 在转弯处的时候 我一转弯 然后远远看到一台车子要过来 其实我已经来不及了 我想刹车也来不及 所以撞了之后 我的车子就被弹 往后弹 我那个车子比较轻 然后 平常我们开车 拿方向盘 一看就是看到前面 当时候我被撞后 我一看是看到天空 那你们就知道 那个车子是斜了 我以为我已经掉到山谷下去了 还蛮高的一个山谷 那下面有水 然后我一直看天空 怎么还没有掉下去 然后一直踩油门 我以为是 因为轮子一直在转 那保持刚好那个 那个掉也掉不下去这样的速度 结果对方来就是示意我 说叫我窗户 用电动窗拉下来 我按电动窗 他就跟我讲 他说 其实你现在的情况 是你四轮都悬空的 倒是底盘有一块大石头 把你顶住了 所以我车子是斜的 他说你不要开门 他很怕我一开门 整个车子就滚落下去了 那他叫我爬出来 就是从窗户 他们两个人 然后一起把我拉出来 是这样经过这一件事情 最后我太太当然也知道 因为当时我在山上 我打电话叫亲戚 来解决这一件事 那来的时候 包括我最小的女儿 那时候差不多四岁多吧 四五岁 他看到这一幕 他就跑到我旁边说 爸你好厉害 你怎么有办法 把车子开到石头上 但是这一件事情 让我太太一直有压力 她怕我这样开车 早晚还是会出事 但有一次真的又来了 这一次更加严重就是 我孩子刚好也到山上 那我们就讨论 那是不是在附近的寺庙 我们添个香油前吃饭 结果也是开到一个坡度 我的车子竟然上也上不去了 就是一直踩油门爬不动了 我想这个很简单嘛 爬不动就把它推上去 也没有想太多 结果因为我太太已经是 就是当时候走路很困难 要人搀扶着 所以我叫他在旁边等我 我说我跟孩子们一起努力 把他推上去 结果没有想到 推车子没有上去 是往后倒下来 结果我最小的孩子 就整个被车子撵过来 就是整个压在车子底下 我太太看到那一幕 几乎就是一直喊着 抢天忽地喊着我孩子的名字 我在旁边听到只能说 那种声音几乎是撕心裂肺啊 但是叫天天不应啊 叫地不灵 那时候我几乎已经泪流满面了 但也没有办法说不处理啊 所以我安慰我太太说 是不是你站在旁边 你知道那时候我太太是走路是很困难的 要人搀扶 她看到这一幕 一路叫着我孩子的名字 一路快跑喔 我不知道她那时候是什么力量 能够让她快跑 然后跑到车子一直在推 推车子 你想想看 那在山中是无人 你看到这一幕 我第一个感觉我家是毁了 因为我孩子应该是可能一定 就是甚至说不定已经死了都有可能 我想如果毁了 我被抓去关了 我太太也一定死了 所以那一刻我已经几乎已经 自己也觉得很沮丧 我想这个家应该是确定回了 但总是要了解我孩子到底活着还是死嘛 也还是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安慰 我说你站在旁边 我再把车子往前开 看看她还在吗 那往前开还好我孩子就爬起来了 但经过这一次事件之后 对我太太打击非常大 因为我太太回去 几乎那时候叫啊 或是快跑过去 几乎是使尽她全身的力量 所以一回去 她躺在床上 三天下不了床 完全不能动弹 已经力气耗尽 那那时候情况进一步恶化了 所以我太太就跟我讲 她说眼看中秋节也到了 那在山上也已经奋斗 差不多十个多夜了 她说你该用的方法都用尽了 但我的身体却没有好转 而且越来越严重 所以她说下山吧 我们陪孩子度过一个中秋节 以后的事再说 但这一句话 几乎就像一把刺刀 狠狠地刺在我内心看 因为当时候我散伤的时候 我已经报定怎么样 一定要成功 而且发下豪雨 一定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那怎么还没有打到一兵一卒 就要下山 那不是投降了吗 那等于是我太太对我所有的努力 都已经做下结论 是失败做终 我不大能接受 但眼前摆的事实 又是这么残酷 所以经过挣扎之后 我也同意 那同意了 中秋节也过了 但事情还是没解决 那时候我太太更加严重 连脚都水肿 然后不止喘 而且已经要带氧气罩 那只要动一下就痛苦 所以我太太进一步跟我讲 他说现在当时候他是求生 在山上求生 求生没办法达到 那现在他有一个愿望 他想求死 因为实在太痛苦了 好 那我看我也无人为力 因为那时候在山下 我只要让他躺下来 你知道他前身是奔紧的 奔紧到什么程度 一躺下来 他就痛到会哭二十几分钟 那这样的痛苦 每次只要到晚上要睡觉 几乎就是他内心那种恐惧就来了 他说怎么办 怎么办 现在怎么躺才会好 那稍微一个动作 一不留神就是痛 所以我能体会他的心情 人怎么会有严重到这个程度 即便我看了现在这样 这一路来也看过很多病人 但我说实在 还没有看到像我太太 已经到这种程度 然后连翻身也翻身不了 那本来一百六十几公分 已经整个躯体都变形了 脊椎也变形 已经变成一百五十公分 所以整个筋是奔得很僵硬的 那时候在山上也不是不努力 我还用什么生机饮食啊 有机的 再贵我都买 买了就叫快递 送到山上来 再多的钱我都不在乎 但是不管怎么努力 似乎这一场战 就是老天都没有 好像我也在想 为什么老天没有看到我这么拼命 为什么这一场战还是会落到这样 但是这下子可好了 我太太要求死 那我也只能顺她的意 我就紧急跟一些 就是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的意愿 希望说能够安排一个床位 我太太说只要好好的走就好了 她其他再也无所奢求了 然后去 好不容易等到 等了一个礼拜 安排有个位置 我们是叫救护车来的 因为她那时候已经不大能动 然后用单架抬上去 然后带着氧气罩 直接就开到急诊室 那医师已经在等了 她看到这一幕 就觉得怎么会到这么严重 然后来马上她看她喘到这样 然后一看没有血了 她说赶快输血两代 输血完稍微缓解 然后做了一些简单的检查 那个主治医师 她说我看 因为她都在治疗癌肿瘤 她说看了那么多病人 她说你太太 这个情况以她的判断 应该是七天就有大变故了 就是叫我准备后事了 那我太太也 因为看医师把我叫到旁边 也问我 我也如实讲 她说好 反正来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她再叫我办一件事 就是找一些助念团 来帮她助念 我也都照办了 赶紧联络我了解的一些 一些净途的 来帮她助念 那来到医院 刚好有一个休息室 那些他们就暂时住在那里 每天帮我太太助念 但我那时候老实讲 我没有放弃 我还在想办法 最后我还是跟一个中医同道 就讨论 既然都快死了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那时候我就重用人参 红参啊 一次用200克 然后容间 然后给她喝 结果念到七天了 她反而稳定下来 没有那么喘 喝了人参之后 喘反而缓解了 结果这些助念团 一直等到第七天 看我太太还不想走 她们只好先走了 那 那这一次是让我感觉到 总算 还有一点点局势 还有一点点好转 那紧接着我就在想 如果她光躺在那里 也是死路一条 没有人躺着是可以活下来的 所以我那时候考虑 请 就是请了四个看护 24小时按摩 但是当然不能像我们手法这种按摩 用手肘揉几下大概就挂掉了 我们是用指尖这样舒缓的 24小时按摩 其实非常好用 只是现在原始点不这么用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24小时 而且是请四个看护 那些钱还蛮多的 花了很多钱 然后你看还有人参的费用啊 那一个月就要吃十斤嘛 光台币就十万 还有医疗费用 我算一算 一个月差不多花掉的钱 就是台币三十万到四十万 就是为了让她活下来 然后请看护 还有住单人房 那大家都住在一起 好像是一个小型的医疗团队啦 那这样我太太稳定了 我就开 就整个生命迹象都稳定 连疼痛也缓解了 她以前也睡不着啊 然后贴麻啡啊 贴了很多 还有吃药 这些慢慢都剪掉了 然后有一次我太太 腹骨沟肿起来 她又说 这一定是癌转移的 然后痛到不行 我跟她安慰说 反正你全身都是癌 也不差那个地方 我就我也帮她按 按到屁股的时候 很奇怪 我是很轻的喔 结果她反应特别强烈 那时候她也不可能大力 因为已经皮包骨啦 几乎没什么肉 你一摸常常都是骨头 那摸到那里就是特别痛 好 我就在那里 几乎帮她轻轻这样 也叫这些看护的 帮她这里多加强 轻轻摸就好 这样摸了两三天 她痛不见了 而且肿也消了 这时候给我很大的机力 因为她当时候 乳房割掉的时候 腹周围都在痛 我在附近也扎针 远处也取针 都没有效 所以这一刻 我突然间明白一个道理 原来痛的地方 附近扎针是无效的 一定要找对开关 所以 这一个成功之后 我在想 她前身从头痛到脚底 一定都有开关 那因为看护24小时日夜按摩脊椎 我看她很多症状缓解 所以我确定 还有一些开关我没有找到 就开始 在我太太前身上下 每一条筋 开始展开漫长的搜索 我想我一定要把前身 也就是管理前身所有的开关 全部找出来 那我是跟时间赛跑的 因为她下一刻很可能就刮掉 所以每一天我就坐在她床边 然后思索着 然后一边按一边思索着 到底开关在哪里 这个 然后如果一找出来 我马上在我诊所 比如说膝盖痛 然后按到屁股有效 我就把所有膝盖痛的患者留下来 然后请我看完诊之后 每个我亲自按 按了果然都有效 我确定 这个就是我要的开关 这样 一路这样研究 所以小册子有70%的开关 就在我太太身上找到了 那找到了 最后我太太 活了将近十个月的时候 那一天终于也是到来的 不管怎么努力 因为在这之前 她常常担心她活太久 为什么 她说她在活太久 我大概就破产了 因为那时候收入 跟她的医药费老实讲 不能乘比例 我太太说 如果她活几年之后 她算一算 可能我就要负债千万 我说你不要担心 我说你只要活着 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你走了 我反而不知道怎么活 那至于钱的问题 我说我当医师的 以后要赚回来不难 我叫她安心 但是不管怎么安慰 那一天还是来了 那来了 因为刚好喂她吃饭的时候 她最后是怎么样 不是痛 她痛最后也没什么痛 最后就是比较没体力 那最后吃完饭之后 突然间血压下降 我就知道那一天 大概来了 那医师也跟我讲 她说赶快送回家 因为她要求在家里往生 那那一天刚好台风夜 台风天 风雨交加 然后救护车就直接开到我家 然后一抬进去 我孩子就哭了 我就知道已经断气了 那之后 我祝念的那一段时间 我一直觉得 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活着做什么 最爱的人也走了 那你又是医生 你也救不了他 那以后我还能不能当医生 所以这些问题 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一个一个跑出来 我说一个人 如果连最爱的人都救不活 我以后如何面对我的患者 所以想来想去 想挖一个洞跳进去 就不想出来了 好几次有轻生的概念 就是那个念头一醒来 活到这样 不如死了算 因为尤其在家里 又看到一些设备 就是在家里的一些东西 都历历在目 那这些见景伤情 更增加自己更加难受 所以真的想死 那好几次是真的不想活了 但是想一想 有几个念头又来了 就是我太太 因为在帮她按的过程中 她说 你这个方法 现在研究的这些方法 在我身上是奏效的 我相信这个方法 可以救很多癌症患者 这些声音 也慢慢跑到我耳朵来 然后再来又回想 又看到眼前的孩子 还那么小 如果我走了怎么办 所以几经思考之后 重新开始思索人生 如果我要活下去 我未来是要怎么活 我总不能像以前这样活了 所以终于也厘清了 我说 当时我就发一个愿 我说 如果我这一生还想活下来 第一个 我一定要解决四季大病 也就是这个癌症 一定要 要在我的手中把它解决 因为我不愿意见到这样家破人亡的痛苦 在别人的身上发生 所以 第一个我就发下这样的红炎 那有了这样 发炎一出来 所有想死的念头全部不见了 然后紧接着开始 整妆待发 就是等我太太后事办完之后 我自己又开了一个诊所 开始 再从其他患者身上 把我太太身上还没有找到的开关 就在那里找出来 再花两年 好 那找出来了 之后 我开始想 我还能不能开诊所 想一想不能开 因为 如果我是要救人 那看一个 只治一个 然后在一个小地区 就造福一群人而已 这个不对 所以几经思考之后 我想 该是结束我医生生涯的时候了 所以 就把他索性关掉了 那关掉了之后 我想 应该要教育 走向教育 就是教育民众 以后得了癌症 应该怎么办 怎么处理 这个更重要 所以 到台北 再 再 成立基金会 走向公益 就是希望 把原始点 进一步研发完善之后 然后来 造福更多的人 好 那基金会成立之后 其实手法也慢慢稳定了 那 开始 就是 人家就很多质疑来了 因为揉一揉一些症状很快就可以改善 人家就问 那这个可以致癌吗 这个可以致什么吗 一大堆的问题来了 我想 这个 到底为什么有效 好 理一定要说清楚 所以 前面五年 如果是在找原始点的位置 那五年已经该告一段落 后面那几年 就是要把理论说清楚 但理论你知道 医学的很复杂 中医的理论 还有西医的理论 那么复杂 怎么化繁为简 让民众很快能了解 好 那一路做一路做 越来越觉得我越有把握 因为在做的过程中 很多疑难杂症 甚至医学没办法解决的疾病 也做出来了 那时候 我更坚定的 发下一个红眼 我说 原基金会以后要解决的 就是什么 解决全人类所有的病苦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小册 后面有写的这两句话 解决当代人所有的病苦 为后人留下一条活路 只要人类的病苦 一天为人消除 我们的努力 就一天不会停歇 我跟各位讲 这一句话 绝对不是说着完 好 那时候我就开始 左手把理论写好 所以 一边演讲 一边在写小册子 就变成我最重要的事情了 那写小册子 马上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的文笔太差了 老是心里想得到的 但未必能够从文字表达出来 哇 这个是一项很大的难题 但是不做也不行啊 别人又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所以一路就写 那一段时间整个的推广 最重要像在大陆推广 最主要是袁老师 袁老师今天也有来 我蛮感恩他 他在我回台湾的时候 他一直在帮 一些资料流通到各处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 就有接触到原始点 但我的工作 一直还是没有停止 就是一直在想把理论完善 那接下来 就是有一次阴言在美国演讲 庄严寺 我遇到了就是中文 那中文 中文那时候 他我也不知道 他能够 现在来看我才知道 原来我遇到了 是绝对是奇才啊 当时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那有主办方跟我推荐 说这个赖中文的种种 那我老实讲 我对人不是说会怀疑 但是我想原始点 这个是一个很创新的东西 有人真的能够把我内心的话写出来吗 然后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开始 从开始的磨合起 也一路在这样写 我发现 他常常写出来的 能够把我内心表达 而且又能够很流畅的 所以说实在 我以为这一本小册子 我已经报定怎么样 一辈子只写这一本小册子 但我也跟刘医师讲过一句话 我想一口气 冲到终点站 那就是冲不停止的 我就是一口气要把它写完 但是一到中文 我以为要写一辈子的书 我只能跟各位讲 到了来之前 那这一段原曲 我讲到这里 那我们还是看我早期 录制的一段 原曲的话 好 原本只希望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但就在内人得到癌症之后 整个家庭就陷入仇淫产物中 再也快乐不起来 虽然想尽各种办法 来抑制癌症的蔓延 但终究是徒劳的 最后转移至前身骨头 那种疼痛 简直万简穿心难以承受 面对此种困境 我苦苦思索 如何才能减轻他的疼痛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下 我终于悟到 原来患者感觉的痛处 都不是真正的起源处 感觉的痛 只不过像影子而已 如果只是在影子上下功夫 不但无疑 而且有害 那么疼痛的起源处 也就是本尊到底在哪里呢 在内人的身上 我发现任何一处病痛 都有一处固定的起源点 只要在起源点适当的处理 那么疼痛就会消失 为了找寻本尊 几乎触及内人前身上下每一条筋 就在日复一日寻行秘密下 很多答案终于水落石出 不但缓解内人许多疼痛 而临床应用在患者身上 一样有立竿见影之效 这时我才充分体会到 看病要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的道理 这些年来 每当回忆起内人病重时 所说的那段话 就感慨万千 哎 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一件事 就是做了慈祭幕后委员 专门为慈祭收善款 但是还来不及走到目前 生命已走到尽头 为了不让我太太的愿望落空 以今年初疼痛疗法的小册子 终已出书 如今更进一步发行光碟 以便使读者更容易了解 来帮助更多疼痛的病人 希望以我有生之年 来走完我太太未走完的路 来实现我太太未实现的梦